有一次到那個山東那個不知道 林茲之伯去拍那個孔子的故事 然後中午 那什麼都沒有荒郊野外吧 中午有送來什麼吃什麼 然後就是 然後兩鍋爛湯 不知道是什麼湯有沒有 就是湯就對了 包子吃起來裡面那個餡 裡面還有沙子 你又不能不吃 因為你要從早上 會餓 你要從早上拍到夜戲 然後晚上又是包子 你知道嗎 大陸拍戲吃的東西就是你真的要忍耐 這個是幾年的事情 幾年前的 十年以上有 但是現在是比較改善了 現在好多了 以前的便當也是一樣啊 以前的便當 譬如說我們台灣的便當 都會把這個菜 分好對不對 他們是落上去的 這個菜 而且那個飯是怎麼樣 筷子一插是整個這樣拿起來的 飯團一樣 一坨 一坨的 但是我覺得也要看運氣 如果劇組OK的話對不對 好的劇組跟壞的劇組就有差了 有差 便當好的大概八塊一個 所以我就不知道多少錢 人家巨星哪裡會管一個便當多少錢 沒有 哪有都一樣的 吃的都是一樣的 後來我已經訓練到喔 反正你不 因為吃飯已經不是為了 吃是為了填飽度 對 因為填飽度 那後來怎麼解決呢 先吃兩口我們就邊聊天 聊聊聊 一起吃下去了 也不管好不好吃了 用這種方式 邊吃兩口再聊一聊聊這樣 對 要不然就是 用聊天當菜了你知道嗎 上次陀忠華不是說 他不知道去哪裡拍戲 動到他連大便都不想到 零下四十幾 二三十度啊 天啊 對 他那個是太冷了啦 對不對 而且你沒看他那個照片 連都變形了 連變形的 那個一肚子大便怎麼會不變形 對啊 我在看他照片 我問你 你是怎麼樣 你一次發生什麼事啦 對啊 憋了一次憋好幾個月 憋了嗎 因為像我們拍戲 像拍電視在大陸拍 是自己要背椅子去現場的 他劇組不會幫你 準備椅子說讓你坐 那我就辦老樁坐在那邊 然後人家說 住看 不要坐林志穎的位置 住看你到別的地方去 很悶 對不對 他也不理 這個解釋他也不理 對 我是進義工隊的第一天 中心訓練我覺得到 我還很喜歡那種生活 反正大家共甘苦共患難 那到了義工隊 就有個長官來接啦 然後他就說 林志穎 不錯啊 來來來 輕鬆一點 輕鬆一點嘛 最近資源不錯啊 看一看 這個環境 因為我們通常走出中心 都會有一個很大的操場 他轉過來 好 林志穎 馬上翻臉 立刻 放下大背包 然後開始叫你那邊 跑 大背包 那邊開始在那邊跑啊 操你 現場在那邊開始操 你確定你是去義工隊 你不是去金城聯嗎 你來義工隊 你不要以為很好過 我告訴你 你比狗都還不如 誰是跟你這樣講 我一聽我說 我又沒有犯 我沒有怎麼樣 我沒有怎麼樣 我按照我的正常 然後到了裡面 後來在裡面休息 他突然進來 我站起來 他說 看到長官 沒有問好的 再一次 影劇官好 好 蹲下 他就 蹲下 然後蹲下以後 他就說 齊麗 你齊麗不會說影劇官好的 好 故意的 變得 這樣就很爽嗎 爽 開心死了 影劇官嘛 他沒辦法幹影劇這一行 他只有在那邊這樣搞 而且他 他可以把這種 把這種整藝人的經驗 他可以講出去 那個誰被我整過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我跟你講很多人這種心態 顯示自己很厲害 大家都一直認為說 男孩子當兵 進了義工隊就很快樂 不然啦 真的太累 我跟你講 自己還要跳舞 對 除了自己的節目之外 還要去辦舞 對 還要裝台拆台 對 真的很辛苦 金森獎 我不曉得你們知道 後來我們 辦卡拉OK比賽 那我們主持就算了 那我們主持完馬上主持完 接下來我們歡迎什麼什麼節目 然後上來表演之後 我們下去換什麼你知道嗎 換那種 像以前馬雷蒙舞群那種 閃亮的衣服 拿羽毛扇在那邊 你怎麼跳 你怎麼跳啊 我跳啊 真的啊 真的啊 電視轉播出來 不拍歌手拍 拍我 你在那邊 拿羽毛扇在那邊這樣 哩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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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不拍咸哩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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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